字幕志愿者 太入力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ADREN 今天我要来拍开箱啦 DOOM Canon EOS N50 终于买了这款 入门急相机 那我们现在就来打开吧 速速速速速 里面有 还有我的保修卡 128GB的SD卡 还有相机的使用说明书 真的是超厚一本啊 应该是没有人会看吧 里面就只有这样子 非常简单非常少东西 箱子也是非常的精巧 充电线 电池 主角终于来了 还有背带 那天我去买的时候 相机店已经帮我搬了背带 还有东西吗 我忘了 充电器 充电器 相机的镜头 我一个一个打开给大家看 这箱子先丢一遍先吧 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一款 Canon POS MZ 有没有超帅 超简约 超级帅气的 相机 非常轻巧 就这样子 小小台 相机的镜头 Canon Canon的镜头 超帅气 事故一次 就先来 装上去 打开机吧 先装电池先 它的电池 非常小颗 就这么小颗而已 看到吗 这么小颗的电池 OK OK 然后 光 OK 电池装上去了 现在就是镜头 OK 摆设对摆设 OK OK 超级帅气的镜头 超级帅气的镜头 最重要的重点是 翻转镜 超级翻转 超级翻转 哇哦 我镜头忘记开 这相机的效果是非常好 我们看到的Menu 这台相机非常适合新手 特别适合像我这种 不懂相机的人使用 你每一个按钮 它都会教你如何设置 每一个都会教你 按确定 看一下 非常多东西设定 哇哦 我很喜欢 它的 这台相机的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是 触摸屏 超级方便 由于这些设定 我不是很清楚 所以说我们就 跳过这个环节吧 看下还有什么好玩的 这个模式 它这里好像好多模式 我们一个一个装看看 哇哦 OK 手动曝光 我们还是选择录影吧 反正都是拍摄短片 选择 OK 大概就是这样啦 我们马上换这台M50 进行录影 那我们现在已经换上 Canon M50 我欣赏这台机呢 是最欣赏的对焦能力 它的对焦速度非常快 让你们看一看 哇 它的对焦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速哦 我现在也没有外接任何的麦克风 我现在就是用相机本身的麦克风 不懂录影的品质是怎么样 应该是不错的 如果喜欢这支开箱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那我们下集见 Like this